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幸福的婚姻》 这本书的中文版有23万字 今天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 来为你讲述这本书的精髓 如何做才能获得幸福的婚姻 生活中有些夫妻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相互吸引走到了一起 可是在长期的婚姻中 因为个性差异或者因为压力 他们变得经常争吵 相互指责猜忌 甚至是鄙视伤害 感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怎么办呢 有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改变糟糕的婚姻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 就能帮你找到答案 这本书作者的来头可不小 他叫约翰·戈特曼 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大师 与罗杰斯·荣格齐名 是媒体公认的婚姻教皇 拯救了万千陷入危机的家庭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戈特曼专注婚姻研究40年 他干了一件特别牛的事 是什么呢 他建了一个爱情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还真的是不白见 在研究了3000个美国家庭 700对新婚夫妇之后 他发布了一个堪称 史上最大规模的家庭关系的研究结论 戈特曼这个老头还练就了一个本事 就是他能在短短5分钟之内 判断一对新婚夫妇 未来一年会不会离婚 这可跟神婆算命不是一回事 人家是有科学依据的 戈特曼的研究成果 就凝结在这本《幸福的婚姻》里 这本书也特别畅销 占据亚马逊图书畅销榜长达15年 畅销22个国家 这个戈特曼 他不光在心理学界享有盛名 他还特别有个性 连美国的超级畅销书作家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就是写引爆点那本书的人 在他的书里面 还有过对戈特曼的描写 他是这么说的 他个子不高 长着猫头鹰般犀利的眼睛 头发花白 每当谈到他兴奋的话题的时候 他的眼睛便闪闪发亮 更加炯炯有神 最有趣的是 他还经常戴着一顶 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军帽 你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是不是一个挺可爱的老头 关于婚姻呢 格拉德曼说 我们在使用一个东西之前 会先看看说明书 但是我们在结婚之前 却不会想到 先了解一下婚姻 这是一个误区 跟其他解决婚姻问题的 心理学书记不同的是 作者研究的角度是 看是什么因素 使婚姻成功的 而不是看什么因素 导致婚姻失败的 有人说 这不是一回事吗 还就真不是 不信 你接着往下听 今天呢 我们只要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婚姻 第二个是 怎么解决婚姻中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内容 我们要怎么看待婚姻 对于婚姻的看法 作者跟一般人的观点 特别不一样 第一 你可能认为 神经障碍会毁灭婚姻 其实并不是 神经障碍一般指的是 神经衰弱 焦虑症 恐惧症 强迫症 哥特曼的研究表明 普通的精神障碍 与爱情失败之间的联系不大 幸福婚姻的关键 不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格 而是找到一个 与你合的来的人 怎么理解呢 如果你的另一半身上 有些神经障碍 但是你能包容对方特殊的一面 能带着关心 爱意和尊敬对待 甚至化解对方的那些精神障碍 你的婚姻就会充满生机 这个观点很好理解 比如有这样一对夫妻 男人对权力问题很敏感 他讨厌别人凌驾于他 指使他 幸运的是 他的妻子从不对他指手画脚 结婚十年了 他们相处融洽 一直过得很好 假如他的妻子是一个专制的女人 喜欢命令他 并试图告诉他怎么做 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 普通的精神障碍 与爱情失败之间的联系不大 幸福婚姻的关键 不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格 而是找到一个与你合的来的人 第二 有些人认为 外遇是离婚的根本原因 其实也不是 作者说 外遇通常与性无关 而是在寻求理解 尊重和关心 这些原本是婚姻应该提供的东西 外遇是一段正在死去的婚姻的征兆 而不是原因 在夫妻任何一方出轨之前 这段婚姻的终结早就注定了 人们习惯把出轨的一方 当作是错误的一方 对这种移情别恋的人深恶痛绝 很少有人认为 夫妻一方出轨 有可能是另一方的原因造成的 当一个人在配偶这里 得不到理解 尊重和关心时 那就有可能去别人那里寻找了 所以 外遇是一段正在死去的婚姻的征兆 而不是原因 再来看看第三个 从生物学上说 男人不是为婚姻而生的 你可能认为 男人的天性就是不适合一夫一妻制 但是作者认为 婚外情的发生并不取决于性别 而更多的取决于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工作 女性婚外情的比例突飞猛涨 这是书中讲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要怎么看待婚姻 总结一下 作者认为 精神障碍不一定会毁灭婚姻 幸福婚姻的关键 不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格 而是找到一个与你合得来的人 外遇是一段正在死去的婚姻的征兆 而不是原因 当一个人在配偶这里 得不到理解尊重和关心时 那就有可能去别人那里寻找 男人不是为婚姻而生的 不是男人天生比女人 更容易有婚外情 这个概率更多取决于机会 当然 作者也告诉我们 如果婚姻出现问题 不能用上面的理由来简单解释 要找到问题的癥结所在 更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婚姻 作者从多年的研究中发现 通过婚姻中出现的种种迹象 可以预知婚姻的未来 比如夫妻间常常以苛刻的语言 开始一场谈话 谈话中经常会出现批评 鄙视辩护冷战 对配偶和婚姻 有着很深的负面看法等等 如果婚姻关系中 长期出现这些迹象 那就表明这样的婚姻关系 比较危险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讲的 第二个内容了 怎样解决婚姻中的问题 作者给了我们三个方法 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 第一个方法 激活你的赞美系统 对维持感情生活而言 赞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赞美系统指的是夫妻双方 都保留了一些最基本的感觉 觉得对方值得尊重 喜爱甚至敬佩 如果一对夫妻的赞美系统 仍然在起作用 他们的婚姻就可以挽救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丈夫是一个工作狂 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 妻子全职带孩子做家务 时间长了 妻子忍受不了 丈夫对她的冷漠和忽视 丈夫为躲避家庭烦恼 只能从工作当中寻求快乐 时间长了 两人都觉得过不下去想离婚 但是幸好他们在离婚前决定 试试婚姻咨询 婚姻指导师是怎么解决的呢 他让他们谈谈早年的恋爱生活 丈夫回忆说 当初为了让妻子和他的家人 能接受自己 他经过了一番长时间的努力 妻子从没听丈夫说过这些 为赢得他的芳心 丈夫曾经这么用心和努力 他喜出望外 夫妻重归于好 为什么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呢 因为早期生活的美好回忆 使丈夫想起了当年妻子的可爱 也让妻子看到了丈夫对自己的爱和重视 久违的甜蜜感又回来了 不久 丈夫对工作做了重新安排 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陪妻子和孩子 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所以作者说 检验一对夫妻的赞美系统是否在其作用 最好的方法通常是观察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 通过回想 谈论过去 那些被长期埋藏的积极情感就会被挖掘出来 回忆曾经的美好 这同样也是缓和夫妻矛盾的一个方法 具体怎么做也有方法 作者介绍了一个为期七周的赞美课程 我们可以称它为七周赞美法 这个课程是这样的 从周一到周五 你每天可以试着写出一个想法和一个任务 比如 星期一 写出一个想法 我真的很爱他 再写出一个任务 列出一个他的可爱之处 星期二 写出一个想法 我可以轻松地说出我们婚姻中的美好时光 再写出一个任务 选取一段美好时光做出评价 星期三 想法 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起我们婚姻中浪漫特别的时刻 任务 选取这样的时刻 回想一下 星期四 想法 我被它所吸引 任务 它的哪些身体特征吸引了你 星期五 想法 它有着让我为之自豪的特殊品质 任务 写下一个对方让你感到自豪的品质 以此类推 连续七周 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这么写 最好是夫妻两个分别写 七周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之间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养成一种习惯 当你们变得疏远的时候 你能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对方 因为如果你很愤怒 压力很大 或者觉得与他感情冷淡 你可能更容易关注对方的缺点 这会导致持续的苦恼 让你觉得更冷漠和孤立 当人们陷入忧郁状态时 他们的想法就会变得混乱 会用一种极端否定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事情 更加剧了绝望感 这个练习能帮助你关注对方的优点 抵消你关注缺点的倾向 这是作者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激活你的赞美系统 我们来总结一下 当一对夫妻长期被消极情绪困扰的时候 试着用积极的方式去看待你们的关系 可以做一些练习 包括刚刚我们介绍的方法 七周赞美法 唤醒过去的美好回忆 让你的尊重与喜爱系统运转起来 去关注对方身上的优点 这样就能向对方靠近 好了 学会了激活赞美系统 消除消极情绪 这只是解决夫妻问题的第一步 接下来 夫妻二人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好好说话了 好好说话也是需要技巧的 要坚持积极有效的沟通 这就是作者教给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不要小看这一步 沟通好了 会让你的婚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个方法 坚持积极有效的沟通 有人可能认为 浪漫只靠烛光晚餐 搞个小惊喜什么的 但作者强调 现实生活中的浪漫 是靠夫妻间的联系激发的 保持联系 也就是好好沟通 和出去度假相比 夫妻间相互交流 会让婚姻更稳定 更有激情 怎么沟通呢 作者说了一种谈话的方式 叫做减压谈话 比如下班之后和家人聚在一起 谈谈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可以帮助每个人 处理来自婚姻生活之外的压力 这对婚姻的长远健康来说 非常重要 应该成为夫妻间的重要功课 选一个两个人 都想说话的时候进行交谈 但要记住一个基本原则 可以谈论任何事情 除了婚姻 为什么呢 因为谈婚姻本身 并不能减轻压力 反而会让大家陷入到 紧张的情绪当中 如何交流 作者这里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你可以照着做做看 第一步 夫妻两人轮流说 夫妻两人都是倾诉者 每个人都可以说 同时要积极听对方倾诉 第二步 不要主动提供意见 当你帮助对方减压时 基本原则是理解 必须先于建议 大多数情况下 你不需要提出解决办法 你只要做一个倾听者就可以 这一点很重要 也是减压最有效的环节 第三步 要听得专注认真 认真听 不要心不在焉和东张希望 更不要打断对方 第四步 适当表达你的理解 让对方知道你同情他 比如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第五步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即使你认为对方的观点不太合理 你也要支持对方 第六步 表达一致对外的态度 如果对方感觉自己是在独立面对一些困难 就会感到孤立无援 或者启动保护模式 反而会变得浑身紧张 你要表示你们是一个站好的 要让对方知道你们是在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光说原则是不是有点抽象 没关系 我们这儿还有两个关于减压谈话的例子 你一听可能就明白了 先来说说反例 妻子说 今天我们开了一个糟糕的会 我们组长总是怀疑我的能力 我恨死他了 丈夫说 我认为是你反应过度了 我见过你们组长 他很同情大脸 妻子说 这女人就是和我过不去 丈夫说 哎呀 这都是你自己瞎想出来的 你真得改改这个坏毛病了 妻子说 算了 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 你看 这样的谈话让妻子更生气了 丈夫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嘛 他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妻子正视自己的问题 可结果呢 恰恰相反 这样的谈话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那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 试试这样 妻子说 哎呀 今天我们开了一个糟糕的会 我们组长总是怀疑我的能力 我恨死他了 丈夫说 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回应他呢 妻子说 这女人就是和我过不去 丈夫说 他太过分了 我真想找他算账去 妻子说 算了 不理他就是了 瞧 妻子一定会被丈夫的可爱 劲儿逗乐了 压抑一天的心情也轻松多了 相信那件烦心事 也会慢慢淡忘了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当妻子向丈夫诉说她的烦恼时 很多丈夫爱扮演一个裁判 以为自己很公正 对妻子批评 警告 加指导 结果 妻子更委屈更生气了 发誓以后 这样的事再也不跟丈夫说了 聪明的丈夫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妻子希望听到的 不是丈夫的建议 相反 他想听到的是 丈夫对他的遭遇的理解和同情 只要你表现出善解人意和体贴 让他释放出烦恼和压力 他就会回报你更多的感激和爱 所以夫妻间积极有效的沟通 对婚姻十分有益 这是维持夫妻间和谐关系的基础 以上是作者教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坚持积极有效的沟通 总结一下 为了保持婚姻的稳定和浪漫感的持续 夫妻间要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习惯 增进夫妻友谊 减压谈话可以作为经常做的功课 只要注意六个步骤 就会收到好的效果 这六个步骤简单的说就是 夫妻两人轮流说 不要主动提供意见 要听得专注认真 适当表达你的理解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表达一致对外的态度 当然 婚姻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冲突 真要起冲突了怎么办 下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巧妙解决婚姻中的冲突 作者强调 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尊重 接受彼此的意见 这是解决分歧的良好基础 要像尊敬客人一样尊敬对方 如果一位客人忘了拿伞 我们会说 嘿 你忘了拿伞 我们永远不会这样说 你怎么回事 老是忘记拿东西 做事带点脑子行不行 很显然 这两种不同的态度 必然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感受 作者通过研究 得出一种解决夫妻间冲突的新模式 简单说就是以温和的方式提出问题 再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们具体来说说 为什么要以温和的方式提出问题 因为一场讨论 往往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必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一开始态度不好 后面肯定也好不了 为了确保以温和的方式开始讨论 作者在说话方式上有一些建议 首先可以抱怨 但不能责备 说话时以我开头 而不是以你开头 比如说 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干真累啊 不能说 你可真懒 从来不干家务活 说的时候 可以只描述事实 不做评价和判断 比如可以说 我觉得我被忽视了 而不是 你从来不关心我 不要在心里憋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把问题提出来 要明确表达观点 比如 孩子可能尿了 你去给他换尿布吧 而不是 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嘛 你就不能管管孩子 有的时候 夫妻间还需要有礼貌 那再来说说 什么叫做 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方法 是寻求妥协 为了达成妥协 你不能对配偶的意见和要求 不闻不问 也不能毫无主见地赞同 他说的每件事 但是 你可以诚恳地考虑 接受对方的立场 要提醒自己 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寻找对方观点当中 合理的部分 比如一对年轻夫妻 经常就开车快的问题 发生争执 妻子说 开车快不安全 可丈夫说 每次出门你都磨磨蹭蹭 我不快点开就迟到了 为此 他们闹得很不愉快 夫妻各执一词 谁都有理 怎么办呢 争执下去 永远都没有结果 而且爱伤感情 这个时候 双方都能换位想 就没事了 丈夫意识到 安全最重要 不管怎样 都不能开快车 妻子也意识到 以后出门前早做准备 省得赶不上时间 你看 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还能吵起来吗 主力以温和的方式 提出问题 再用妥协的方式 解决问题 这条原则之外 我们还得学会 几个小伎俩 一个是 懂得及时刹车 在夫妻间 无休止的指责循环中 如果你懂得如何刹车 就能阻止一场灾难 在激烈的争论中 你可以通过说一些话 来降低你们之间的紧张感 如果讨论变得 过于消极的时候 这些话 可能让你们的讨论 不会失去控制 比如你慢点说 我没听明白 这对我很重要 请听我说 等一等 我要冷静一下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事情是这个样子 也许你是对的 让我想一想 等等等等 总之呢 聪明人是不会允许 事态恶化的 再一个 接受缺点 有人对配偶要求太高 有时达到苛求的程度 比如 如果配偶再高一点 再富裕一点 再聪明一点 再整洁一点 再性感一点 那所有的问题 都会烟消云散 一旦这种心态占了上风 冲突就很难解决 在你接受配偶的缺点 和不足之前 你不可能向对方妥协 相反 你会一直想方设法 改变你的配偶 专家告诉你 冲突的解决 不在于改变一个人 而在于协商寻找 共同点 找到双方 都能适应的方法 要学会把对方的缺点 和怪癖 看作是他性格中 一个有趣的部分 例如 丈夫每次吃饭的时候 总爱剩一口 妻子每次都是 边说他浪费 边把剩饭 放到自己的嘴里 几十年过去了 丈夫依然剩饭 妻子仍旧唠叨 可他们总是笑呵呵 没有一点嫌弃 好了 刚才我们说了第三个方法 如何解决婚姻中的冲突 简单说 就是以温和的方式 提出问题 再用妥协的方式 解决问题 懂得在矛盾计划的时候 及时刹车 懂得接受对方的缺点 好了 那处理婚姻问题的三个方法 我们就说完了 当然 婚姻中的矛盾不只是来自夫妻双方 还有婆媳关系 小孩出生等等带来的问题 这些作者也有自己的建议 比如说 作者认为 婆媳关系出了问题 丈夫必须和妻子站在一边 而不是保持中立 只做老好人 他和妻子要建立自己的家庭仪式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只有让父母尊重他们 才会减少夫妻矛盾 这里有一个例子 妻子听说公婆周末要来 就在她最喜欢的西餐厅 为全家订了周末晚宴 婆婆坚持在家里吃 因为她带来了 儿子最爱吃的炖小牛腿 起初这件事让丈夫很为难 她知道妻子害怕婆婆的拜访 在婆婆的眼里 妻子虽然很可爱 但没什么能力 在妻子眼里 婆婆善于烹饪 可是总是抢尽风筒 丈夫最后的做法是 感谢母亲为她做了好吃的 同时又坚持要求父母 听从妻子的安排 尽管母亲很不高兴 但妻子却为此心生感激 夫妻关系非常融洽 那么在照顾孩子方面呢 作者说应该让男人多参与 孩子的出事不可避免地 造成女人性格上的变化 她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 这会让丈夫心生抱怨 婚姻的幸福感会大大降低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妻子需要让步 一方面让丈夫和自己 一起来照顾孩子 让爸爸成为宝宝的玩伴 另一方面要注意爸爸的需要 尽可能地留出陪丈夫的时间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说完了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关于怎么看待婚姻 作者认为 精神障碍并不一定会毁灭婚姻 幸福婚姻的关键 不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格 而是找到一个与你合得来的人 外遇是一段正在死去的婚姻的征兆 而不是原因 当一个人在配偶这里 得不到理解尊重和关心时 那就有可能去别人那里寻找 男人不是为婚姻而生的 不是男人天生比女人 更容易有婚外情 这个概率更多地取决于机会 关于怎么解决婚姻中的问题 作者告诉我们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激活你的赞美系统 当一对夫妻 长期被消极情绪困扰的时候 试着用积极的方式 去看待你们的关系 可以做一些练习 唤醒过去的美好回忆 让你的赞美系统运转起来 去关注对方身上的优点 这样就能向对方靠近 可以尝试书中提到的 七周赞美法 第二个方法是 坚持积极有效的沟通 为了保持婚姻的稳定 和浪漫感的持续 夫妻间要保持 积极有效的沟通习惯 增进夫妻友谊 减压谈话可以作为 经常做的功课 只要注意六个步骤 就会收到好的效果 这六个步骤简单地说就是 夫妻两人轮流说 不要主动提供意见 要听得专注认真 适当表达你的理解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表达一致对外的态度 第三个方法 是巧妙解决婚姻中的冲突 简单说就是 以温和的方式提出问题 再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 懂得及时刹车 学会控制情绪 容忍对方的缺点 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 作者对家庭中 容易出现矛盾的问题 给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在处理婆媳关系方面 丈夫必须和妻子站在一边 在照顾孩子方面 男人要多参与